中途大事录第21章 我们离别了他们便开船一直航行来到科斯第二天到鸟洛多又从那里到鸟帕塔纳 我们预见鸟一直要开往肥尼基的船便想去航行 我们望见鸟塞普路斯就从他左边驶过向敘利亚驶去再提落靠鸟岸因为船要在那里舍货 我们走到鸟门徒就在那里住鸟七天 他们因圣神的默示告诉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日子一满我们便出发前行 众人同妻子儿女陪送我们直到城外 我们跪在岸上祈祷 彼此辞别后我们上鸟船 他们就回家去鸟 我们从提落到鸟仆托勒买便行圆鸟航行程 向弟兄们请过安就在他们那里住鸟一天 第二天我们出发来到海撒勒雅 进鸟传福音者斐利伯的家住在他那里 他是七汁事之一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精女能说寓言 我们住鸟多日 有一个先知名叫阿加波从犹太下来 他来到我们这女拿起保禄的腰带 将自己的脚和手绑鸟说 圣神这样说 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 将他交在外帮人手中 我们一听这话 就同当地居民请求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禄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提哭使我心碎呢 为了主耶稣的名 我不但准备受捆绑 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 我们既不能说服他 也就静默了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罢 过了几天 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有几个海撒勒雅的门徒 也和我们同去 他们领我们到一个九围门徒的赛普路斯人木纳 从那里住宿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高兴地接待了我们 第二天 保禄和我们去见雅各伯 众长老也都聚集在那里 保禄向他们请安以后 就将天主在外帮人终植他的服务所行的事 一一聚述了 他们听了 就光荣天主 并对保禄说 弟兄 你看 在信教的犹太人中迎千里万 都是热爱法律的人 关于你 他们听说你教训在外帮人中的一切犹太人背弃梅室 说不要给孩子行各选礼 也不要按规例行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总会听说你已来了 你就按照我们告诉你的去办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他们都有愿在身 你带这些人 跟他们一起行取结礼 并替他们出钱 叫他们剃头 这样 众人便知道自己关于你所听到的是原是假的 而你却是个循规道举 遵守法律的人 关于信教的外帮人 我们以写信决定 叫他们戒备制邪神之物 血 疾死的禽兽和奸淫 于是保禄就把这几个人带去 第二天 同他们一起行了取结礼 以后进了圣殿 情报取结的日子何时满期 何时为他们每人奉献公物 当七天快完时 从亚世亚来的犹太人见保禄在殿里 就煽动所有的群众向他下手 探着雪 以色列人 请帮忙 这就是到处教训众人反对人民 法律和这地方的哪个人 他还领了希腊人们进圣殿 涉逐了这圣地 原来他们以前见过厄弗所人 特洛斐摩和他在城里 就以为保禄领他进了圣殿 于是全城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着保禄把他拉出殿外 立即把门都关上 他们正想要杀他时 有人想去报告给刑部的千夫掌说 全耶路撒冷都乱了 千夫掌立即带着士兵和百夫掌跑下来 到了他们哪里 他们一见了千夫掌和士兵 就停止不打保禄了 于是千夫掌前去拿着保禄 下令用两条锁链绑了 谁查问他是谁 作了什么事 群众中有的喊者有的喊哪 由于乱样千夫掌不能得知实情 便下令将保禄带到营里去 当走上台街时 由于群众挤得空猛 保禄只好游士兵抬着 一群百姓跟在后面喊着说 除掉他 快要带进迎盘时 保禄向千夫掌说 许我向你说句话吗 他说 你会希腊话 莫非你就是前些日子作乱 带领四千备首党人 往方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 保禄答说 保禄答说 我是犹太人 是塔尔索人 基里基雅的一个 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 我求你 准我向百姓说话 千夫掌准许尿 保禄就站在台街上 向百姓揮手 大家都安静下来后 保禄便用希腊来话 至辞说 带领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